音樂 為什麼要錄影 其實小朋友在小時候的記憶裡 或者是可以陪伴著父母成長的日子 其實沒有很多 希望就是說他可以更親近 可以更接近大自然 而不是... 而不是整間就是我在家裡 那我覺得他錄影可以讓他們就是 主動幫忙 然後互相的去完成 然後在錄影當中 可以讓他更有成就感 那我覺得小朋友 在這樣的環境裡的成長 我覺得是一個很正面的 And on my face I feel you breathe 我覺得錄影就是可以讓... 可以增進就是我們一家人的契合度 然後就是小朋友在出發之前 他們會準備自己的東西 然後放到他們自己的袋子裡啊 到我們搭帳篷的時候 小朋友會把東西搬過來 媽媽 爸爸 這個東西是你們要的 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 或是說我們在煮東西的時候 小朋友會從冰箱裡面拿他們想吃的東西 就是...或是爸爸要幫忙洗碗啊 我覺得就是... 一家人平常在家真的很少 就是類...就是這樣子 這麼團結合作 帶著手電筒 然後去探索 不一樣的昆蟲 平常在市區是看不到的 小朋友上課 然後爸爸賺錢 其實很少就是... 我們可以就是... 相處得這麼融洽 這麼契合 覺得錄影真的很棒 If that don't sound mighty good I beg your pardon i desp e字幕不停 因為身體裡 I hear you speak beit著我 And on my face I feel you breathin' cept的 før沒有 因此 但它們在帳等 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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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你 其實在每次錄影完的時候 他們都會在期待下一次的錄影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寶島 那就算我們長得這麼大 我們其實台灣還有很多地方 都是沒有去過 也是沒有真正的去體驗過 那我覺得透過錄影 可以讓小朋友 他遠離都市 接觸一下叢林跟這樣的生活 讓他更認識台灣 認識這個美麗的寶島 那有很多很漂亮的營地 或者是說有山有水有海有溪流 各種不一樣的那種大自然 讓小朋友去接觸 我覺得想要在趁小孩子還小的時候 多陪陪他們 那希望他們多走出戶外 貼近大自然 台灣有四季 然後四季的美 都可以讓他們 親身的去體驗 跟去享受 那讓他們兒子的記憶 充滿著一個健康而美好的回憶 走吧 錄影 就對了 I don't mind slow down anymore I don't mind the sound of my shoes on your floor anymore anymore 還想要熱 伸福 任人 畢竟